說到全美戲院 你一定就會想到 畫看板的顏師傅對不對 可是要等一下會不會遇到他 你在找我 你在過來看盤的師傅 師傅 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體驗一下 有一點高 一隻腳跨出來 看你哪一隻手順手 讓你一隻腳跨出來 為什麼要 踩上你比較有力量 我腳超短的耶 你看喔 還來還去 踩不太到 好 我往後一點喔 對 好 然後呢 然後就把看板拉上了 我的小小孩囉 有中耶 有中喔 我的媽 有沒有滿滿 哇 這個 這個看板有沒有10公斤 哇 你看 它拉到了 看板上來了 然後要讓它重高 紅刀 所以要放一點點 所以要再放一點點 對 你再放一點點 然後它 它就會靠在它的下面那一塊有沒有 以前就是這樣掛的嗎 對啊 就是在還沒有 大途輸出的技術之前 我們就是都要這樣子 一塊一塊看板 然後師傅手繪 然後我們再這樣把它掛上來 欸 可是掛得那麼辛苦 從這邊什麼都看不到啊 那我們下去樓下看啊 好 好 那個手拉得很痠 就知道 掛他們師傅 他們是很幸福的 看他們這樣子手繪一張 應該要花很多時間 你們應該是不是很多師傅 我看他們才會在那邊畫 應該是這些 延遲的畫棒家 真的好多年輕小朋友來學 而且畫得都很好 這位看起來應該學很久 應該是資深的老學員 欸 大哥 你來這邊學畫畫學多久啦 喔 蛤 就學學多久啦 畫畫這一個 一輩子都學了 一輩子 一輩子 不好意思喔 是說外面的那個是他畫的嗎 對 你就是說那個大師 對啊 那個畫什麼名牌的那個大師 顏老師 畫哭泣意識小的顏老師 顏老師 你一輩子 哇 一輩子 你一樣這樣 人家會怕到嗎 我真是有眼不是泰山 這位可是 連美國聯合通訊社 紐約郵報 還有英國BBC 都特地報導的 國寶首輝看板大師 顏正發老師 也說到顏老師 歌手繪看板的緣分 要從他年輕的時候 開始講話 因為他說當時 沒有大圖的輸出 手繪看板算是一個 很新興的產業喔 小時候他不愛讀書啊 可是又對於畫畫很有堅持 他看到報紙上面的 黑白電影廣告 也有他用鉛筆 就能夠模仿畫得很像耶 所以呢 他就補補爸爸的反對啦 18歲就踏入了藝術界 哎呦 哎呦啊 就是50年耶 哎呦 既然我這麼幸運 遇到顏老師 我當然要跟他請教一下囉 雖然我是沒有畫過畫報啦 可是身為學霸的我 學習力可是強的不要不要的 不然就來試試看啦 看起來就打個網格 描個邊嘛 應該沒有很難 看我等一下大顯身手 讓人嚇一跳 我是畢卡莉 胡迪誕生 老師 不行嗎 不行 他眼睛不會像這樣 你誇張喔 這要上色了 上色啊 隨便 那他從淺的先那種 從淺的那種 淺的 淺的 皮膚嗎 那個白色的 那個淺的 就先摸 噢 我替你流汗了 再汗了啦 布插一下啦 布插一下 他流 流下去 他流眼淚啊 少氣死他出了 老師你別的稱讚學生 都是要活的 是不是要怎麼調 這兩個加一點白 你說黃加紅加白 是是是 欸 這邊耶 這個臉是比較白 對不對 這邊就 狐迪 變摩納魯道了啦 他要去出早了 而且 好難喔 老師 這次賽德克巴來的 看誰喔 趕快進去 那我還在這裏 不知道怎麼修了 老師不知道怎麼修了 老師你畫畫好溫柔喔 是不是在很愛這一個作品 然後它的筆觸是很輕的 因為我剛剛有一點用滷的 然後因為其實會想說 要把顏色好像要整個上去 所以會用力 可是老師你的手很輕耶 蛤 是輕輕的慢慢的 然後用刷的方式把顏色刷進去 那樣子已經畫畫畫到 老師的眼睛其實也有一點點辛苦了 這個那是我們破就會 那破中間不能塗了 這個就不能塗了 就看這個看啊 這個就不能看了 所以老師現在只有一隻眼睛的事 在畫畫嗎 那中間那是我們破就不能看 是因為畫畫太專心 應該是畫畫的關係吧 它太長久了 就是 工作也是要做 沒有人 人家要上片裡面 人家畫畫 就快補 老師很重要 老師你會不會啊 就是常常會站在那個馬路中間 然後就是抬頭看自己的作品 不能站在馬路中間 看他站在那邊很危險 我看我真的是 顏師父教過最鳥的學生吧 不過你知道嗎 在手繪看板鼎盛的時期 顏師父平均一個月 他就要產出兩三百塊的畫作耶 每天都是從凌晨六點七點就要起床 累積下來的職業傷害其實非常大 然而在這個海報印刷盛行 手繪看板是逐漸被取代 一個月只能畫十張就要通校了 近年來呢 老師有感於這個獨特的傳統文化 就要失傳了 所以在玉田一家人的協助 還有鼓勵下 他開始開班授課囉 至今已經教過快要六百人了 這些學生呢 分別從全台各地 甚至由港澳日本 來到台南的這些學生們 就是要學習這一項傳統技術 他們用不同方式 延續過往的輝煌 就像玉田所說的 他們和老戲院之間 如果以影片的類型來形容 我想這是一部紀錄片 他們有劇本 實實在在地過每一天 而這趟旅程還在繼續 真實的人生 依舊持續上演 我們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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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待